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珍爱QMA 为你邀请到的是两性婚姻辅导专家 沈佳仁老师 他要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的话题就是 到底能不能够谈恋爱呢? 我是沈佳仁 是与你在空中相约,谈谈心的佳仁 今天我们还要延续上一次的话题 我到底可不可以谈恋爱吗? 我知道,即使你明白 人生还有许多可追求的事啊 还有,青少年这个时期 男生对感情其实不像女生那么认真执着 那么死心塌地的 但是你会说 哎呀,我还是好羡慕那些身边有男女朋友的人啊 好希望自己也有人爱 或者说,哇,自己的感情 又有一个付出归属的对象 可以天天和他走在一起 腻在一起 哦,好浪漫哦 又来了 你又要问我啦 那如果我知道 这个时候谈恋爱 是很可能不会有结果的 那 我只是想要体会 感受一下谈恋爱的感觉 那种每天在一起 做什么事都有人陪 有人疼 有人爱的感觉 就好了嘛 等我长大成熟了 如果我们想分开就分开啦 如果是这样 那家人姐姐 我到底可不可以谈恋爱呢? 如果你真的以为 常常恋爱的滋味 真的只是这样 那你肯定是没谈过恋爱 不知道谈恋爱的爱恨情仇 你来我往之间 是多么的难以计算 多么的拉扯 纠葛 多么的扯不清楚啊 当然咯 每个人对于自己感情的把持度 清醒度 是有不同的 也不能够一概而论 有的人谈恋爱是君子之交 淡如水 是冷静型的 很清楚 我生命当中的这个阶段 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要做 所以呢 偶尔通个电话 保持联络就好 等到念大学或闭了业 能考虑婚嫁时再认真交往 交往的时候呢 也清楚自己还不能够负什么责任 所以呢 身体上能够保持距离 不容让自己陷入擦枪走火的试探中 朋友家人看你们 也认为你们相当冷静沉稳 愿意给予祝福 那么 我比较不担心你们 倒是那些个 从早上起床开始 吃饭走路 上课读书 哎呀 满脑子都是他 时时刻刻都想跟他泡在一起咯 要是一天不联络 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甚至呢 一天要讲至少一个小时的电话 泡在一起数个小时 做什么都得要在一起 为了互相了解 什么心理的想法呀 自己的小秘密呀 过往的罗曼史啊 统统告诉了他 在一起呢 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为了爱 花钱如流水 刷包信用卡 在身体的界限上 又模糊不清 甚至认为 性爱就是恋爱 而且认为呀 你们的爱是可以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 别人看你们亲密的举动 也以为 你们根本就是夫妻了 那 你们可是我最担心的一群咯 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分手的伤痛 会使你痛彻心扉 杀伤力 和后座力 可是与你们浓浓的爱 一样强烈 至于你说 哎呀 我们不会到那么严重了 我们会好好控制住自己的 那 你真的太低估了 恋爱的魔力和危险 告诉你 总是在不知不觉间 你就毫无保留地 一头给栽了进去了 于是呢 可能朋友也疏忽 而得罪光了 天天想着 泡在恋爱里的感觉 所以呢 功课也荒废了 连关心 担心你的爸妈 也气得半死 心思 时间 精力 前途 都赔上了 搞不好哪次 灯光美 气愤家的 意乱情迷之下 连身体都给了她 你说 这些都还要得回来吗 而且你要知道 如果你每天 都和她泡在一起 结果 就是众叛清理了 你说 哎呀 他们怎么那么没良心啊 那是因为 你先没良心的哦 你满脑子都是她 眼中哪里还有别人呢 哪里还有时间 理那些个朋友家人 告诉你啊 哪天你要是失恋了 可是会连个 听你哭诉的人都找不到 至于你们这些男生 如果光顾着谈恋爱 一定会被你那群哥们 笑是欺管言的 够没出息的 你说 这时候到底是听朋友的 还是听女朋友的 听女朋友的 得罪了朋友 听朋友的 女朋友不高兴 真是难为呀 你真的 要这么早 为了她 陷自己于 两难的地步吗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婉姨真的失恋了 天天看你们 出双入对的好朋友 一定会问你 诶 这回怎么就只 看到你一个人嘞 你男朋友嘞 你女朋友呢 哇 那可真是烦透了 说了伤心 不说也难过 真是痛苦啊 到时候你再说 哎呀 上帝怎么容许这样的事 和这样的痛苦 发生在我身上呢 那我提醒你啊 这可是你自己选择的哦 一点都埋怨不了上帝的 真言二十六章十二节说 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千万别以为自己站立的稳 承认自己是有软弱 是可能会经不起试探引用的 是可能会越陷越深 煞不住车 这才是真正的自我认识 才是合理的评估判断 这样的危机意识 才是明哲保身之道哦 明白青少年时期的恋爱 只是短暂的 将来因着毕业 进修工作 会有很多的变化 我们真的很难给对方 什么天长地久的承诺 同时也知道 恋爱是短暂的 家人朋友 他们才是你一辈子 要珍惜的人哦 你会说 哎呀 你怎么说的话 跟我妈说的一样啊 哎呀 我也不喜欢说这些 你不爱听的话呀 不过 这可是家人姐姐的肺腑之言哦 我也相信 这是家人老师的肺腑之言 听众朋友 不知道你现在的年龄 大概是在哪里哦 你是青少年吗 还是你早就已经成年 已经二十多岁了 都在外面工作打拼了 其实我觉得 不管年龄在哪里哦 对于爱情 总是有一份渴求 希望自己可以遇到一个 合适的对象 一个对的人 可以让你专心投入感情 可以和你建立 稳定亲密关系的人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所经历的却是 事与愿违 现实跟我们所期待的 落差很大 这当中 当然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比如说环境的因素啦 时间的因素啦 或者是呢 有一些其他的阻碍在当中 听听觉得 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 就是彼此的生命状态 我们的生命是否成熟呢 因为唯有做一个成熟的人 才有能力和人呢 去发展健全的 情感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的父母啦 长辈啦 都说 年轻的时候 不要一直谈恋爱 好好的专注在自己的课业 但我觉得这句话呢 只有一半对而已哦 专注课业 也不一定会 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啊 我想重点呢 是在于品格的建立 那怎么建立品格呢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学校里面 在群体的互动当中 磨练我们的个性 建立正确的价值观 因为有这样子生命的熬练 跟栽培 让我们在未来 可以和人来发展 美好的亲密关系 所以无论我们现在的年龄 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哦 都让我们呢 一起朝着这个 成为一个健全的人 这个方向来发展 而且当我们朝这个方向 来发展的时候 我们也会更多的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需要 什么样的伴侣 你也会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 发现 你身旁的某一个异性 你开始发现它的优点 而这可能是你过去呢 没有注意到的 所以到底现在 能不能够谈恋爱呢 好像可谈可不谈 曾经看过一本书 叫做不再约会 他说现在啊 很多的人呢 都把时间啊 就是花在跟异性的 这个约会上面 因为我要追求他 所以我就不断地跟他约会 可是这本书 却告诉别人 不要再约会了 他的意思不是说约会不好 而是告诉我们 原来啊 谈恋爱是有先后次序的 一刚开始的最重要的事情 原来不是约会耶 是先好好的建立 我们的生命品格 在群体当中认识对方 而不是一下子呢 就进入单独的约会 这对彼此的生命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益处 这本书不再约会 天天也推荐你来读一读 或许你在读的过程当中啊 哇 你对于感情 谈恋爱这件事情呢 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看见 那么嘉然老师呢 下次还会继续地来 跟我们分享 关于谈恋爱的这件事情 希望你继续地来收听咯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